年纪轻轻的大爷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结果就变成现在这个熊样子 懵逼的医生瞬间一脸懵逼 然而当大爷描述完病情后 医生立刻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大爷这种情况已经好几个月了 本以为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但是这么久了都没有消下去 原来大爷是一个肾衰竭患者 等了几十年才等到一个合适的肾源 大爷担心中途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医院就不会给他进行肾移植了 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经过扫描发现头顶上是一个骨肉瘤 必须将肿瘤切除之后 才能给大爷进行肾移植 虽然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 但是切除肿瘤之后 脑袋上就会留下一个小小的大壳 如此大的伤口肯定会影响大爷的免疫系 这样的话大爷肯定会被踢出移植名单 评论区输入报报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然而现在更棘手的是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闭合大爷脑袋的方法 因为捐赠者已经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就在一坨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上过学的医生突然想到了什么 既然捐赠者的肾脏可以匹配得上 那么他的头骨和皮肤也应该可以吻合 虽然这样的手术十分的疯狂 但是在导演的安排下 大爷不仅成功换掉了脑瓜子 也成功地换掉了腰子 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下床愉快地玩耍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是一个十分疯狂的手术 患者需要切掉病变的内部 从而换上全新的3D打印胸内部 胸内骨住行时会与身体严丝合缝 能让患者更自然地活动 但是这样的手术仅在成年人上做过一例 而今天的患者却是一个180个月大的女孩 所以主治医生坚决反对 他不能让一个孩子承担这样的手术风险 医生开始不停地劝说女孩的母亲 让她选择更安全的泰板手术 虽然泰板手术需要在女孩成年之前 每年多做一次 但是并不会危及女孩的生命 可是固执的母女俩有些固执 说什么也要尝试这种新的手术技术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 差点让女孩直接躺了板板 在母女俩的强烈要求下 女孩很快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三下五除四的功夫 医生就切开了女孩的胸膛 接着就把模具放在了病变的肋骨上 不到三个小时 病变的肋骨就被切了下来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把3D打印的胸肋骨 装上去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由于尺寸太过精细 新肋骨根本就装不上去 就像给床垫套上床单一样 固定好一侧另一侧就会翘起来 如果重新改印一份模具的话 还需要十几个小时 女孩的这个造型 根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无奈之下 一坨医生只好强行掰开女孩的肋骨 这才把新肋骨装了进去 好在女孩扶大命大终于挺过来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病人的手臂断了 医生却直勾勾地看着人家的脸 从一几百年的 他也没有见过这么酷炫的方形 一旁的照视司机不停地说 自己看到猫了 好大的一只加飞猫 男人也在不停地抱怨 自己只是在街上走着 女司机就闯红灯撞了过来 然而此刻医生并不关心他的伤势 反而研究起了他这个造型 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逼真的加飞猫 在男人的反复提醒之下 这才想起了男人的伤势 男人记得当时自己的身边 还有一个孩子被撞动 自己很想去看看他 医生劝他先担心 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九条命案 男人自豪地表示 自己经过十几次手术 才整成了这副帅气的模样 走在路上的回头率 绝对是百分之三百 所以自己一直享受着 加飞猫的身份 无语的医生有些无语 从没有见过这么奇葩的男人 到了晚上 男人悄悄地来到 受伤的孩子床前 开始不停地道歉 要不是自己这副加飞猫的造型 女司机开车也不会走神 听到动静的孩子 瞬间睁开了卡兹兰大眼睛 下一秒 值班医生也闻声感 所以说整成这个熊样子 大晚上的就不要出来溜达 下话的花花草草可就不好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